解读为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哲也说财经的频道,知乎哲也的朋友们,我是康哥,今天我们来读一读有日本股神之称的习斯西斯所读的股票交易术,西斯号称日本最牛散户,日本股神,从21岁开始炒股,资产从起初的300万日元到如今230亿日元。 此书是他写的第一本书,总结了他在股市中如何思考,如何应对,如何赚钱的经验。 上市后,登顶日本亚马逊总榜,第一个月销量突破12万册,成为日本最热门,最广为谈论的投资类读物。 作者认为,股市就如同从一级打到十级的游戏,技术、运气、风险和回报交织融合,他在书中分享了许多置身秘诀。 希望所有投资者可以从这份游戏攻略中获得启发。 不过事先声明,这个财富故事都是这本书上作者自己写的,并未合实。 全书共分为七个章节,分别为 第一章,不能战胜人性,就无法赢得投资。 第二章,在股市上有大胆假设的人胜出。 第三章,取得成功的重要一步,是可以冷静地看待股市和自己。 第四章,职业,交易工匠,第五章,游戏磨练了我投资上需要的技能。 第六章,我能成为亿万富翁的投资感悟。 第七章,如果从现在开始炒股的话。 这本书不长,主要说的都是一些交易中的方法和策略。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右侧交易策略。 这本书和前些年看的这本《股票大作手操盘数》比较像,包含了作者的一些经验教训和理解,可作为参考。 但每股票大作手操盘数深刻。 先看第一章,战胜人性。 作者说,连续涨的股票会继续涨,连续跌的股票会继续跌。 股价处于上升局面时,读股价会涨的手法叫顺势操作,反之股价下跌时,读股价会逆势上扬的手法叫反盘操作,做交易讲究的是顺势而为,买的人比卖的人投入的资本多。 股价才会上涨,而之所以买方优势更大,是有原因的。 而这些原因,你很难在当时说得清楚,但这些交易的结果都会反映在价格之上。 如果我们总是假设持续上涨的股票,早晚会跌,可能就会错失机会。 比如当初误判茅台一样,总认为茅台高估了,结果茅台越涨越高,所以上涨到什么位置,其实谁也不知道。 从价值的角度来讲,远远脱离价值区,你可以卖出,但从交易的角度来说,上涨过程中是不要轻易看跌的。 当股价涨得高了,就会有人获利丰厚,然后就会下跌一下。 作者总结,一般第一个突然下跌不用去管,第二个突然下跌就可以卖出了,但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在调整的时候买入,逢跌买入这更符合人的天性,害怕损失厌恶,害怕一买就跌,所以才等它跌下来再买。 看起来也更保险,但作者说,一定要避免这种操作,这与追涨杀低的原则背离,一只股票真要是持续上涨,你很可能等不到它的回调,错过了不少机会。 所以作者倡导的,就是在上涨途中购买,借力打力,顺势而为,别怕追高,涨高了可能还有更高,你要在市场中交易,就应该去听市场的。 另外,作者还批评了锁定盈利的想法,一遇到上涨,很多人就急于锁定收益,落袋为安。 相反下跌的股票,却总想等它涨回来再卖出,这都是人的天性,所以最后就在交易中小赚而大赔,做得越多,自然也就赔得越多。 作者的观点是,跌下去立刻卖出,但涨上去千万不要卖,这还是顺势而为的思想,在交易中,我们不光要想概率,更要想总收益, 上涨下跌的概率都差不太多,但是赚的时候打赚,输的时候小赔,最后总收益就是赚钱的,这才是在股市上赚钱的关键。 价值投资讲止盈不止损,而右侧交易讲的是止损不止盈,所以到底要怎么做,取决于买入股票的逻辑基础。 这两个东西是没办法混着做的,如果混在一起,那反而双方各取缺点,变成了一个必输的策略。 所以该怎么操作,你要先想好了,自己到底是哪一类的投资者? 作者说,他买过的股票,如果按照胜负划分,其实获利的不过三成,剩下的基本都赔钱了,但是赔钱的时候只是小赔,而赚钱的时候则经常翻倍。 所以获胜的概率不高,但赚钱的概率却很高。 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交易习惯,叫做补仓,价值投资肯定是越跌越买,但是在交易策略中,这是完全错误的,补仓是最差的,也是最致命的方法,持续上涨才应该加仓。 而一旦下跌就应该卖出,补仓显然与顺势而为背道而驰,你越是补仓,仓位就越重,但下跌趋势并未结束,所以损失也就越大。 作者讲,补仓说白了,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失败,赌桌上输了钱,继续加码等翻本的心理。 这种做法必败无疑,做交易最重要的就是及时止损,承认失败,逃避和死不认错,都会赔钱。 在股市上,小赔没问题,但是千万不要大赔,要时刻清楚你所有的交易,只有三成能够赚钱,七成都是错的,所以必须在这七成的错误里尽量减小损失,在三成正确的交易里。 尽可能多赚钱,这就是交易的秘诀所在。 那有人问了,如果止损错了,股价又上涨了呢? 作者说很简单,再买回来,这样相当于承认了两次错误,连止损你都错了,但是这些跟赚钱比都无关紧要。 通过一点手续费和一点价差,我避免了一次大赔的风险。 当然如果一只股票,你操作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话,也不妨换换其他的股票,说明你跟他没缘分。 作者说,炒股的新手,最容易犯的错误,其实就是不止损,总想等价格反弹后再卖出,于是栽了大跟头,不能正视损失和错误,带来了更大的损失和错误。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符合人性的赔钱模式。 当股票的波动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,这很可能是有些信息你没有注意到所导致的,一旦感觉到这种异常,不论结果如何,都应该尽快卖掉。 作者讲他自己止损过早也是常识,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误,一定要正视自己的问题,股市和赌场遍地都是输家,不能撇开感情严于滤己的人,一定会输得很惨,甚至一直会输下去。 在股市里就是冒险,而冒险有陪有赚就很正常,时刻想着50%的概率会下跌,不可能每次出手都正确,有些人总是想跟上班赚工资一样,从股市上获取稳定的收益。 恨不得每月都有,每天都有,这是不可能的,股市就是进三步退两步的游戏。 如果你想稳定赚钱,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上班。 股市并不适合你,相反,做过生意的人,做过农民的人,对于股市会有更深刻的感受,很多生意也是如此,投下去几年没产出,农民也要先播种再收获。 有的生意更怪,三年不开张,开张吃三年。 股市上能够赚大钱的时候,往往就是人们情绪处于极端的时候,比如大的股灾出现,大的金融危机,反正就是整个市场充满恐惧的时候,股市上赚钱的好机会就来了。 作者强调,只有预期收益高于风险的时候,自己才会行动,什么叫预期收益,就是概率乘以可能的收益,比如有40%的概率上涨,60%下跌。 但是顶多跌20%,涨起来可能翻倍,这就是预期收益高于风险。 注意,没有绝对的上涨和下跌的把握,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概率,如果你觉得有些股票一定会上涨的话,那一定是漏看了风险。 往往结果会让你失望。 这点很重要,很多朋友都说,你既然看到要调整了,为啥不先出来躲避,跌下来再买回去,我的回答通常就是四个字没有胜算,我知道该调整了。 也只是概率有6到8成的把握,而且调整的深度在20%以内稍不留神就会错过,所以我没有十足的把握,做到高卖低买,完成波段就会倾向于不动。 除非当我预期市场要跌一半的时候,可能才会启动主动避险操作。 下面我们看第二张股市上的大胆假设,在股市上第一条泥丘特别好吃,第二条还可以,第三条就可以可无了。 2018年,作者的收益也不好,也亏了不少钱,据他自己说从一亿人民币亏到了七千万,那么他是怎么亏掉这些钱的呢? 他的假设又是什么?咱们明天再跟随作者的思路,了解一下他做交易的具体逻辑,我们下条视频见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